近日,有韩国网友公开了一篇标题为Learnsophie精彩人的母亲的帖子,引发了韩国网友们的热议。 该网友指出,精彩人的母亲是出道30多年的戏剧女演员,当时在Project48选秀最后一集的时候有镜头出镜,在韩网成为了热门话题。 该网友还公开了精彩人母亲吕兰希的外貌,散发出成熟优雅的美感。 他出演过电视剧Fall on Me,20世纪作家,关西拳头等,还在KBS播出的特别介入片一家人的选择吸引了观众们的目光。 原来精彩人的妈妈是话剧演员啊,好高贵好有气质,这样看来精彩人真的是随了母亲的美貌啊,这大概就是遗传吧。 对此,网友们也纷纷留言表示,小脸真的优势啊,和妈妈一样,都好美,终于理解彩人为什么高中读的演技专业了,唱歌跳舞都很棒。 原来是妈妈的基因,这样看来彩人以后也要走演员路了,妈妈真的是好有气质和涵养的,这是这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等等。